被誉为天籁之音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洞族大哥 27日晚在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敦的亚洲协会德州中心隆重上演 为大约200名观众献上了一场独特的文化盛宴 当地时间晚上7时30分许 演出正式开始 当精心打扮 着洞族盛壮的演员们登上舞台时 观众们便抱以热烈的掌声 地门洞寨位于贵州黎平县毛贡乡 是拥有2500余名洞族同胞居住的全国第二大洞寨 这里山清水秀 宛若一幅山寨山水田园交融的人文生态画卷 洞族人世代通过歌声记录传统习俗和历史 洞族大哥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 模拟虫鸣鸟叫高山流水等大自然之音 是产生声音大哥的自然根源 表现的是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之美 洞族大哥已于2009年 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此次参加演出的14名演员 来自地门洞族人文生态博物馆洞族大哥演唱小组 年龄在8岁至35岁之间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出中 演员们连续演唱了24首精彩洞天的歌曲 琵琶歌 山歌 和歌 酒歌 蓝鹿歌 礼俗大哥 及儿童大哥交替进行 充分展示了洞族大哥 多声部 无指挥 无伴奏 自然和声的主要特点 贵州地门洞族人文生态博物馆洞族大哥演唱小组 此次是受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 及亚洲协会的邀请赴免演出的 除了在休斯敦的两场演出外 演唱小组还将赴华盛顿献艺 谢谢大家